结婚57年,连菜刀都要爷爷的夫妻离婚了 今年84岁的马奶奶和86岁的刘爷爷1963年登记结婚 57年的婚姻,僵持不下的关系维持了近50年 俩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,多次报警 刘爷爷在此之前还曾三次起诉离婚 刘爷爷住在大湖,马奶奶住在小屋的生活持续了20多年 老两口连菜刀都每人一把,分得清清楚楚 你的是你的,我的是我的 马奶奶去年年底来到和平法院,咨询想要离婚 但是房子只有刘爷爷的名字,该如何通过诉讼加上自己的名字 马奶奶和刘爷爷误权确认判决下来后,刘爷爷提起了上诉 同时,另案起诉要求和马奶奶离婚 为了满足老人双方的心愿,真正的定分指证 承办法官白月明先后通过面谈,电话以及联系律师等方式进行多次调节 两位老人有时情绪容易激动,一会儿一变化 他就耐心的反反复复的与他们沟通离婚细节